最近跟大家分享四种惹不起的女人面相 第一个是鼻梁起结 鼻梁起结指的是鼻梁正中间的鼻梁骨突出一块 看上去像骨结一样 整个鼻梁看上去不够平直 如果是女人长有这种鼻梁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数性格非常的怪异 脾气非常的大 情绪特别的不稳定 而且让人特别难以捉摸 也开不起玩笑 一旦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会变得特别的暴躁 跟这种女人相处的话 时刻要小心翼翼 而且个性也偏强势 在婚姻感情当中有一些伤姻缘 所以尽量的远离为好 这个是个性偏强势 鼻梁起结 第二个是犬骨 犬骨过高过于突出 没有肉包裹的 犬骨也称为权力之骨 是权力的象征 代表一个人的占有欲 控制欲 个性强弱 如果是女人的犬骨 长得过于高突 没有肉包裹的话 那么这种女人大多数内心 非常的霸道 性格特别的强势 唯我独尊 凡事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内心特别的固执 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一定想方设法去得到 可以不择手段 而且自视甚高 容易看不起别人 缺乏合作精神 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内心特别的绝情冷漠 尽量还是不要招惹为好 这是犬骨过于突出 没有肉包裹的人 这个也是个性强势之人 第三个是印堂偏窄的女性 印堂位于两枚之间 也称为命宫 代表一个人的心胸 失业运和生命力 如果是一个人的印堂 长得比较窄 宽度不足 一指的突 那么这个印堂的宽度 大多数心胸非常的狭隘 个性也比较多疑 缺乏包容之心 也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 这种女人的妒忌性 非常的重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经常在这个背后 喜欢瞒动一些手段 来给他人设置障碍 还喜欢在背后挑剥离剑 破坏别人这个关系 一旦涉及到利益的时候 争斗心 后强心非常的重 什么便宜都想占一下 自己却一点亏也吃不得 还是远离为好 这种人的一般心思 比较狡气 气量比较小 容易微粒师徒 缺乏远见的和长远的谋划 所以往往容易纠结眼前的得失 这是印堂招在 第四个是三百眼 我们说眼睛 是代表一个人的心性 如果是女人长有三百眼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的头脑 非常的聪明 但是看上去却非常的冷漠 好像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但实际上是物质欲极重 内心的城府非常的深 善于隐藏自己 很难让人的 猜出他真正的想法 做事很有手段 而且心很手辣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或者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以不择手段 个性也是外冷内热 非常的好强 而且内心高傲 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遇到事情喜欢甩锅 给这种女人打交道 一定要小心为上 这个是三百眼的人 一般的做事目的性很强 一切以利益为重 好 这是四种惹不群的女人面向 最好远离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上 添加示范 或者是关注本频道 会长期分享 向学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